咱们上次讲到 法国为了忌惮神罗的力量 企图叫什么 坐壁上官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还按这么一个心态 先按兵不动 先坐看几个新教的主力国家表演 那么咱们来到了第一个战略阶段 就是波西米亚联军 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军 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阶段 开始由丹麦出兵 对抗神圣罗马帝国 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好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这次换新兴的北欧强国 瑞典 由声名显赫的 由声名显赫的 瑞典战神古斯塔夫二世 率大军长驱直入纽伦堡 结果 居然又打败了 这让法国一看 不会吧 你们三个人 你们三拨国家 居然弄不过 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强吗 不会吧 你们三个人打不过他一个 难道真需要让我法国亲自动手 不行吗 真的要我法国亲自上 好 但是在这之前 我得先把西班牙防住 因为西线搞不定 我很难东边插手 所以瑞典 瑞典其实还没有被完全打败 瑞典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战力的 瑞典小老弟 这哥几个里头就你能打 您千年万年给我撑住 我现在马上去搞定西班牙 回来只要我一腾出手来 咱们两个人就联合 你千万给我撑住 拜托了 拜托了 瑞典在东线那边顶着 咱们看西班牙 法国这边 怎么回事 现在法国是怎么跟西班牙抗争的 这个时候法国在位的国王 和西班牙在位的国王分别是谁 法国在位的是由法国红一大主教 黎塞留所辅佐的路易十三 而西班牙王国的国王 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位能文能武的 菲利普四世 也就是韦拉斯贵斯的那个老板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是刚才那个压榨新教徒的 那个狂热的天主教教徒 菲利南二世 现在呈现了一个三国鼎立 黎塞留为首的法国 菲利四世为首的西班牙 和菲利南为首的神罗 三个人 现在先是由菲利普四世 跟菲利南二世联合夹击法国 一路高歌猛进 差点打到巴黎附近 这个时候 韦拉斯贵斯在西班牙这边 也是为了壮广王升威 辉豪泼墨 给国王画了一幅容装骑马像 1635年 码头朝东 东边是什么 东边法国呀 比如说给这个国王画的雄姿勃发 然后这个雄姿樱发 威风凛凛 是吧 可惜就是有点腿短 就是要显得有点矮 这个没办法 因为当时可能比例就是怎样 就是谁骑上马之后 他都显得有点矮 然后这个给国王画的很帅 然后可惜居然最后被法国反杀了 就是法国最后又推回 就是法国最后又推回来了 所以等于说是这个 让人逆袭了 你什么 菲律库四世杀鱼而归 亏了他不是咱元少啊 就是他不是咱三国元少 你要是他的话 咱美拉斯贵斯危险了 您拍马屁 没拍马蹄子上了 你这个拍的 说是也不是 不是也不是 正当这个西班牙国王败军之际 此时此刻 他的国家的东北角 也就是处在东北地区的 加泰隆尼亚地区 爆发了民族独立大起义 加泰隆尼亚这个地方 到现在都不消停 就是他老想从西班牙独立出来 一直在闹 那个时候突然在这边闹 西班牙要分兵 这个时候西蜀的尼德兰 也开始继续 他的这个风起云影的独立 然后西班牙也要去顾 就在他这个时候 由内忧外患之际 法兰西的重重驾击 步步紧逼之际 西班牙已经捉襟见肘 大好时机来到了 葡萄牙王国这边的若昂四世 葡萄牙入亡四世 这个 此时脱离西班牙自立 成葡萄牙王国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的西班牙是腐背受敌 你没等法兰西两千作战 他先腐背受敌了 他先腐背受敌了 北部荷兰独立 然后东部加泰隆尼亚独立 西部葡萄牙独立 南边大海 南边没东西 南边什么都没有 南边海 这个时候 所谓是后院着火 捉襟见肘 两线作战 焦头烂额 首尾不能相顾 法国一看 好太棒了 哥几个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啊 你们太给力了 你们坚持住 是吧 千年万年 你们坚持住啊 我支持你们 你们接着闹 就这样闹 别停 千万别停 好 这个时候 我马上腾出手来 赶紧去汇合瑞典 这个时候 法国赶紧去汇合瑞典 法瑞形成联军 瑞典人们先说 哥们 你大哥 你可来了 我就等你了 等你望眼欲穿 你可来了 法国说 别慌 看我的 瑞典说 您说怎么打 怎么打 小弟全凭您一句话 他说 这个 你们呢 之前屡屡受挫 我都知道 不是因为 神圣罗马帝国太强 只是因为 他们一直在依靠一个 名叫华伦斯坦的 顾佣兵元帅 此人胸中极有韬略 颇善佣兵 但是 他有一个弱点 就是此人佣兵自重 养寇为患 犯了君臣大忌 皇帝从来对他不信任 但是因为 有大敌当前 不得不起用他 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给他上一道菜 我趁他们君臣不和之际 给他们来点 反歼气 这到时候 咱们借他们君臣 列系 内乱内讧之际 咱们可一举联合 进兵的功夫 于是法国这边派密使 公开密会 华伦斯坦 你听这名 公开密会 什么意思 密会的内容不知道 说了什么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 斐尼南知道 斐尼南 本来就很猜忌 因为总有传言说 华伦斯坦 之所以迟迟不乘胜追击 就是因为 他想以此 要挟皇帝 要一个神罗选帝侯的侯卫 你还选帝侯 你想造反的你啊 大哥 你想造反的你啊 早就看你不顺眼 回头找机会 找机会 弄你个无故通敌谋反 找机会弄你个通敌谋反 于是 神罗皇帝召回华伦斯坦 对他说 我来问你 这次跟法国 这次你可曾跟法国使臣相会 习间谈了些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上次那几百瑞典叛军 那些新教徒 你为什么把他都放了 你是不是想仰寇自重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进兵啊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进兵 屡层会战之后 古斯塔夫阵亡 你为什么不追击啊 那是因为我要利用你闭嘴 你解释解释 我当时放屁 不可能胡说八道 还没说呢 那你说 我当时一闭嘴 你还让不让人说呢 你那是无言以对 说不出来了吧 说明你心中有愧 来呀 给我将叛将华伦斯坦拿下 摘取他的顶带花莲 隔职发配永不得入关 皇上 我冤枉啊 皇上 我对圣上一片忠心耿耿 天敌可见啊 拉出去 冤枉啊 请皇上明察 请皇上明察 你这是清朝的剧本啊 这是延禧宫类的剧本啊 串戏了 咱们说外国的事啊 咱们说外国事 就是有人说 华伦斯坦是德国岳飞 其实他现在像袁世凯 他不像岳飞 但是袁世凯没有为皇帝搞掉 啊 华伦斯坦最后他是因为这个 按那个叛国罪啊 被这个斐尼兰解除兵权之后 刺杀了 哎 华伦斯坦一死 撒瑞狂喜 就等这一天呢 计谋大成了 这个时候天柱 不是天柱 天王神罗 神罗 神圣罗马此时将星陨落 不仅是华伦斯坦被陷害致死 另外一名大将 就是另外一名这个神罗名将 巴伐利亚这个名将 地理伯爵 此时也战死 地理伯爵战死 等于说神罗这个时候能打的将领都没了 终于到了 于是法国说 到我表演了 到我表演了 好 此时咱们这个时候进兵 一路砍瓜切菜 势如破竹 再也不会被阻拦了 于是先是瑞典方面 先是在这个波西米亚 打败神罗联军 然后紧跟着法国 又在这个纳林根会战 打败神罗联军 他们两个人乘胜追击 所以冰河一处 降打一家 最后在决战的时候 法瑞联军一起发力 在兰斯会战当中 彻底击溃帝国军 完胜罗马 取得了三十年战争的 最终胜 然后就是双方拍代表 参加威斯特法利亚协定 直接就把神罗马分尸了 威斯特法利亚协定 这张图是威斯特法利亚协定的 签署的时候的这个场面 神罗 神圣罗马帝国从此 本来他不就四分五练吗 彻底被分裂成为 三百多个公国 邦国 三百多个邦国 和一千多个自由歧视领地 不会再对 因为彻底的支离破碎 不会再对法国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有人说就是 威斯特法利亚协定 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死亡判决书 他第一次遭到这种元气大伤级别的致命打击 就是拜法国所赐 但是毕竟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名义上的千年帝国 死而不将 他不可能一下直接被干掉 但是毕竟元气大伤 而最终他给了神圣罗马致命一击的 仍然是拜法国所赐 那就是当另外一个法国国王 法国皇帝登基的时候 才将神圣罗马的人头直接斩落 那么从此以后 三十年战争结束 神圣罗马帝国消停了 西班牙王国也因为哈布斯堡的爵士而一蹶不振 那么现在整个欧洲大陆 就看他了 就看法国了 然后咱们下一个阶段 就是咱们本次的最后一个环节 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光辉的法国 法国呢 他 其实法国头朝下是从普鲁士崛起 也就是得一致 真正的这个普鲁士崛起之后 法国才开始打不过 在普法战争之前 法兰西是很牛的 日后比较头朝下一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巴黎投降之前 法国投降之前站在我巴黎 有你们就试试 你敢来我就敢投降 好 路易十四的时代开始了 荷兰崛起了 法国崛起了 荷兰呢 独立之后呢 主要是跟英国对着干 三次英国战争啊 他们的目标是海上 而法国呢 他跟海洋没关系 他是陆地的事 法国他在两个矮人的 这个法国是这样 法国是在两个矮人的统治下 达到过巅峰 一个是路易十四 一个就是法皇拿破仑 路易十四 他呢 这个 此人穷兵独武 是吧 各种发动战争 有点像咱们的这个乾隆爷 乾隆自诩实全武功啊 就整天就争讨这个平定内 但是有道一想 有道是这个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啊 打仗就是打钱呢 造钱啊 这个跟乾隆爷也是一样 他既是一个王朝的巅峰 又是他衰落的开始 就马上就要衰败了 不过相形之下 与其说他的后世子孙很平庸 倒不是说你给人留了一个地狱难度 你这难度太难玩了 你给我留这么个号 我怎么往下练呢 那么路易十四 他为了搞钱啊 首先比如他发动战争 大通风战争啊 法核战争啊 一产集成战争等等 同时在这种常规的国家君主的这种治国手段之外 他还用了一套新的方法去拉动王室 他这个其实不是拉动全国经济 他是拉动了王室财富 也是国库 干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呢 他采取了他当时的一个财政大臣叫库尔贝的 给他提供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叫做打造时尚IP 拉动架构流量经济 这怎么听着怎么不像那个年代 这不是你现在 这怎么听着像你自己个儿说的 这不是现代人的话吗 其实他原话是那个重商主义 他的原话是重商主义 但是可是当那个路易十字一操作 他就操作成这个了 他一操作就操作成这个了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理解为一种早期的文化输出 他这个国王啊 国王我自己就是一个时尚 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就是国王自己就是符号 之前路易十三掌权的时候 给他打造了一个特别适合他这么干的基础条件 就之前路易十三的这个黎赛流啊 通过这个战争手段和这个政治手段 干了两件事 一个是加固王权 一个是萧平贵族 他把法国国王这个架到了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这么一个 这个地位上 才给了路易十四 他能够这个自以妄为 给他打下了这么一个基础 要不然谁听你的呀 以前的法国国王政令不出巴黎 谁听你的 而之所以法国现在有这么高的威望 全拜黎赛流所赐 黎赛流当时说嘛 他说当时上帝赋予我两大光辉使命 第一我要让王国崇高 也就是让法国成为欧陆最强国 他做到了 第二我就是让王者荣耀 王者先打钱 王者荣耀 王者就是国王啊 他说当法国国王成为世界上最为伟大的 最伟大的 他也做到 路易十三够崇高的了 他够荣耀的了 他现在好几万块钱一小瓶 好几十万块钱一小瓶 一般人喝不起 这还不荣耀 太荣耀了 所以那么继承路易十三的国王 路易十四 在这个基础上又更进一步 直接大权独揽 开始干嘛 开始 呃 就是提高自己的微信 有了微信了 有微信了啊 我们就能发这个 发朋友圈 王公贵族啊 向通过朋友圈 向你们公开我的生活 开始炫富 是吧 消费 买包 奢侈品 高级定制 炫我豪宅 比如说防尔赛工 防尔赛工呢 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群 他一个人住得过来吗 肯定住不过来 这不是根本就不是给他一个人住的 这叫场地投资 场景投资 或者叫地产投资 啊 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文化输出啊 简单来讲 就是让大家向我靠拢 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 太阳就是轴心啊 所有的繁星啊 众星捧月啊 都得向他集中 所以你们都给我过来 他属于是他把所有的这些贵族 大贵族啊 包括这个大臣 全部叫过来 你们就在我眼皮底下 好控制 就他专权嘛 但是你又不能给这些贵族 说一种 我被软禁了 这种感觉 要不然造反了就 就是你得让他们乐得在这 所以国王为了拢住他们呢 就得不断的整活 就是你得营造一种 其乐融融的这么个氛围 你得建立一个贵族时尚奢靡的这么一个圈子 所谓这个上流社会 所以以路易十四的鸡老兄弟 奥良公爵为首 就帮贵族前来先参观 不是先参观啊 先来一个火力展示 震慑人心 我去喝口水 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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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特别明智 我觉得我特别明智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把所有的干货 全都放在前一两个小时 是他妈太正确了 我觉得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这个时候要再讲知识 谁还听 我觉得就绝对不是那氛围了 就绝对没人听了 所以说这个 我的声音已经有点那什么了 所以我喝水去了 主要是后边有好多东西 它有一定的表演成分 所以就比较肺 我这叫硬肠 确实是有一个术语叫硬肠 中间你得稍微补给一下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你们能 你们能现在还能有兴趣听 我觉得我挺感谢你们 你们才辛苦 我这个 我是没问题 我没问题 国王为了拢住他们 不断的整活 于是把大家所有人都叫到 凡尔赛宫来 来参观参观 他路易十四啊 这时候非常高傲的 对众人说 怎么样啊 贵族阁厦们 朕的凡尔赛宫 华丽不华丽 我操了 灵魂配音啊 朕的凡尔赛宫 华丽不华丽 众人言道 着实华丽 庄严不庄严 确实庄严 吸不吸引人 简直太吸引人了 那都别走了 朕给你们安排了豪华居所 你们可以在我的宫中 自由抽入 灵魂配音啊 贵族说不行啊 我们得回去啊 我们自己有城堡啊 这个 那个 你们的城堡 不 哦 伙计们 你们的城堡装潢 简直太糟糕了 在我的宫殿 正向你们保证 以后每天都有娱乐活动 化妆晚会和芭蕾舞会 每月都有时装周梯台走秀 还有特别服务哟 你们可以参观国王的 也就是朕本人亲自表演的 起床更衣仪式 怎么样 很诱人不是吗 人一听好一位 你要说王妃的起床更衣 我们看看 你一探了眼睛起床 有什么可干的 你是想骗我给你倒尿盆 自己懒得动手 对不对 你歇菜吧 你这种事找仆人 我们不管 哦 不不不 我亲爱的阁下们 朕 法王路易 女装大佬 你看我这蕾丝庄严的 内衣丝滑的质地 这诱人的白丝 香水跟高跟鞋 难道世上 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吗 行了 懂了懂了 不用说了 我们看 哦 我们看我们参观 我们买票 上帝 这太妙了 我们这就报名 灵魂配音 当然那会儿不存在 女装这个词啊 女装那个词 那会儿不存在 因为那个时候 所谓的女装 其实就是男装 大家都这么穿 比如说 我刚才不是说 那个赛维尼蝴蝶结吗 哪去了赛维尼 赶紧跑上来 就这东西 就这种断带 你看他们身上 这种断带 这个是后来的 神宠我马皇帝 利奥波德 这个特别像 在那个孙大圣 这个特别像 我们那个猴哥 这个花里胡哨 这个配色 这个断带啊 是这种断带装饰 都是蝴蝶结吗 在当年 这个是铁面人的 那个电影 《路易十四》的定装照 这种断带 蝴蝶结的断带啊 断带装饰 就是由于什么呢 这种本来多出现于女装的装点装置 当时在男装身上出现 是为什么呢 就我稍微讲个小知识啊 我稍微讲个小知识 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谈到在这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吗 就是我们说这个贵族跟服装的这个特点都是上面有金丝 都是那种表面的金丝装饰 掐金边走金线 但实际上它的底层服装结构特别简单 我上次是不是说过这话 就是到了法国 他不是那个 到了法国 他不是这个要开始复杂起来 对吧 所以到处都有这种断带装饰 但是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整个一个敦步成精啊 你看就一条一条就这种 这个是为什么开始向这个方向滑动呢 就是因为这个三十年还是因为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西法对抗 所以当时黎塞留呢 就是禁止从西班牙进口这个金丝粘线 就不用滚边跟这个金银织物做瓷绣装饰 然后当时路易十三就不干了 他说你金丝不让我进口了 连线也不让我进口了 那这些东西你出去一样一样给我偷去呀 不是 黎塞留说咱们就不穿了呀 咱们就不用了 你不用我穿什么呀 以后咱们改用这个天鹅绒 就是天鹅绒配这个蕾丝 配与这个丝绸缎带 咱们用这个来装饰 怎么样 那行 那可以 那就是你有了替换就行 所以当时的这个剪裁式样呢 就开始变成了从表面装饰到这个立体装饰为主 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服装服饰的这个风扇呢 就开始了这种巴洛克 这就叫巴洛克 这叫巴洛克服装款式特点 就是蝴蝶结呀 一层一层的褶皱啊 就这种 然后服装也是一层压一层压一层压一层这种感觉 而且路易十四要求他的所有贵族们出席舞会的时候 宴会的时候 必须都得换新衣服 不能重复 假如谁的这个换的这个衣服呢 很戳国王的点 国王就当众称赞 给点赞 当时国王贵族圈子里面 大家都能够这个 以这个能够得到这个路易十四的当众点赞啊 点赞 点赞怎么画呀 点赞投币加关注嘛 是 然后为这个 为这个这个这个荣幸 你看国王给我点赞了 那个时候你点赞算什么 你看我这个国王还给我转发了呢 是吧 所以路易十四依靠着他的这个权威性 成为了当时的这个时尚界的引领者 所以这就是啊 财政大臣库尔贝的建议 给路易十四带来的这个这个这个做法 库尔贝说 你最好把一年分为两个时装季 就是冬夏两个时装季 这样可以加快这个产业链条的这种轮转 有一本书啊 有一本书叫大门背后 我我前些日子买了 我看了 他是讲一个美国专门研究 法尔赛工学者的一个写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当时这个法国所有的宫廷的细节啊 包括当时怎么饮用水啊 怎么洗澡啊 然后怎么吃饭啊 怎么起居啊 写的很详细 但是他配图特别少 这个就很不方便 对不对 以后吧 以后下一期 下一期一般都是我这个一般都是俩三月嘛 季播嘛 季度嘛 所以就因为一期时间隔着挺长的 所以我才想多说点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节目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本书 我看看能不能找点图 就是把里面介绍的一些东西跟我们画画能够联系起来啊 那咱们接着往后说 稍微快一点 路易十四咱们先说完 然后说完路易十四之后 咱们说到路易十五 十四的时代咱们先结束 后面其实还会回来再提 咱们现在这是减数啊 路易十代结束之后到了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的时候黄泉变弱了 这也很正常对吧 因为路易十四他大权独来啊 他没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体系 所以他一歪过去 他是镇不住的 就是路易十五是压不住的 所以他一弱掉 后宫就开始干政 后宫也就是路易十五的宠妃 或者他的这个情妇彭巴杜夫人 彭巴杜夫人开始影响当时法国的朝政 而到了路易十六的时候 路易十六时期 由于皇权 也不能说是王权衰弱 就是国王不管事 就是他不怎么热衷于政治 不怎么热衷于治国 所以他又把他的权利交到他的王后 玛丽的手中 玛丽安托瓦内克 赤字夫人 而显然在这两位夫人 一位叫赤字夫人 一位叫做彭巴杜夫人 而这个前者 就是这个彭巴杜 显然他还是比较有智慧的 他在治国方面 或者说对文化 对各方面方面 他还是比较有头脑的 就是还是比较不差的 所以尤其是在这个文化方面 当时像是福尔泰 所以已经开始调了 福尔泰 福尔泰对彭巴杜夫人 他们的评价 说这是一个极其善用美貌 而从不卖弄风情的女人 这是一个挺高的评价了吧 但是到这儿 但是到这个时候 到玛丽的时代 就开始有点拉垮 玛丽 玛丽夫人 玛丽安托瓦内克 她是哈布斯堡 又是哈布斯堡 哈布斯堡 女大公 或者叫女王 玛丽亚特雷莎的小公主 嫁到 联姻 嫁到这个 法国波方王室来的 你看这个哈布斯堡 她又联姻 就她没完没了的在这儿 今天嫁这个 今天嫁这个 就她又联姻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 就是嫁给这个路易十六 作为执政砝码嘛 但是呢 因为这个路易十六 她不计女色 可是呢 就是你 怎么说 路易十四又不计女色 并且患有肥胖跟勾楼病 你又胖 还卷着 这不是一球吗 橘猫啊你是 路易十四 他酷爱吃 路易十六 他酷爱吃巧克力 你那能不胖吗 他能不胖吗 而且他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你看他有几个爱好 第一个爱好吃 第二个爱好狩猎 第三个爱好是 研究怎么修锁 他的时间都跑这儿去了 就你比方说 你甭管你多精密的那种锁 我弄根芹菜 我就能给你捅 给我一包 小浣熊方便面 我能给你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小区 所以他心思都在这儿 导致玛丽迟迟不孕 因为他不孕 所以您在宫中的地位就比较 比较尴尬 你没孩子吗 等于你 相当于你来是完成使命的 但是您现在却没事干 你老公的问题 你也解决不了 你单方面的 完了就只能干什么 没事找事呗 就给自己找点事干 把兴趣转移到其他地方 你去玩你的狩猎 你去修你的锁 玛丽皇后就在家里 咱们文艺复兴吧 咱们回复老祖宗路易十四时代的这个 时尚奢华风 对吧 咱们也这个假面舞会吧 咱们他有经济压力 他没增压力 待会给你讲 有经济压力 就是浪了 咱们搞沙龙派对 咱们假面舞会 吃喝玩乐 那个什么 咱们公平御业酒 一百八一杯 所以刚才说了 那您的钱 就是你要是这么玩 那你的钱哪来呀 法国有钱吗 之前人家路易十四为了搞钱 是不惜发动遗产进行战争的 跟西班牙干 现在的法国还能像路易十四那样打仗吗 还打什么 你再打人没了 今非昔比了 您的钱全拿去给美国支援独立战争去了 就是当时这个路易十六时代 他国库里很大一次钱 要被他丈夫拿走 支援美国独立战争 剩下的银子不够他祸祸的 所以当时法国已经债台高筑 所以一方面他得对第三等级进行压榨 就是北京有句话 北京话就叫叫卡尘 就是一个北京的方言 就是卡尘 卡尺墙皮 我们看墙皮掉一块 拿手指头扣扣扣那个 就是卡尺老百姓 卡尺老百姓 不然你钱从哪来呀 我马尼万特亚特被人称作赤子夫人 对吧 他只花钱不尽钱 那么你要想学路易十四的话 你就得引流 之前您是赤字 赤字 让你要想解决钱的问题引流 像路易十四那样 可是问题是 人家路易十四 有那个巨大的威望 他能引着来 别的统治者能行吗 不一定能效仿 对吧 你不能也搞一个什么 玛丽王后 起床仪式 对吧 你用一帮人参观 你万一这帮老SP情出自尽的话 麻烦了 所以时过境迁啊 当然时过境迁的话 其实你要现在的话 其实好办多的 你整个平台 你开直播 你直播没有风险 对吧 这帮人总不能顺着网线爬过来 对不对 而且还能顺着网线给你打赏 关注啥的 你点个三连转发就可以 所以这就是这个 你还 而且你还能顺手的 把你自己用不掉的那些奢侈品啊 推销给那些大贵族吗 延续路易十四奠定的这个 依靠时尚IP产生效益的这个路线 嗯 你就好比说嘛 好比说你现在有一家店铺 好比说 这个是彭巴杜夫人啊 这个是彭巴杜夫人 就发现两张图之前找的 这是玛丽 这两位洛可可 当时咱们下次在讲洛可可的时候会谈到这两幅画啊 一个是把这个彭巴杜夫人把这个巴洛克推向洛可可 而一个在玛丽的时代把洛可可达到了巅峰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个 呃 你可以说我们这个店铺叫 哎咱比如在洛可可 咱比如可以叫这个 比如咱随便起个名吧 咱叫什么可可物语 是吧 就我瞎起啊 就我瞎起名了 可可物语 你可以你可以做这个手工 手工服装 定制嘛 卖你的这个 卖你的罗群嘛 我我我我我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这个 比如说我灵魂配音啊 我这个脱口秀啊 有个特点 就是就是我戏特别足 我戏特别 以前听过我模仿的就知道我这个戏特别足 没有画面 你们自己脑补一下啊 比如说咱玛丽王后也可以开始带货嘛 哎呀 那个 我不是 哎呀 那个没点关注的宝宝们可以点下关注啊 我们家可可物语凡尔赛 最近丧新的OP年一曲呢 OP OP OP不是咱们那个 那个不是咱们那个 那个那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OP啊 是咱们这个 这个是一种服装术语 就是one piece啊 这个叫OP 然后与之相应的就是这个液体连衣群 还有这个上什么 跟它对应的 还有SK SK半身群 和这个JSK 这叫内搭连衣群 那么三种啊 所以这是一种服装款式 不是那个 哎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主题曲啊 啊 OP连衣群啊 那个 啊 想拍的这个宝子呢 公屏上扣个1 点下关注啊 你们 你们 你们点关注加粉丝团 我给你们送运费显啊 好 我开始上链接了啊 算了 我还是给你们找图吧 嗯 我还是给你们找上图 看这个 啊 想拍的宝子呢 公屏空个1 点下关注 我给你们加粉丝团啊 送一避险 我开始上链接了啊 这款是罗布联异群啊 罗布联异群 17世纪最精简的 女装联异群款式吧 这个马卡龙配色啊 马卡龙配色就糖果色呀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拍哦 这种工艺 玩宝子全欧洲 目前是我们家最顶尖的 是吧 你这不废话吗 谁能干得过王室 这直播还有捧根的 就离谱 直播还有捧根的 就离谱 最近是搞活动 最近是搞活动 你们看这个正面和背面啊 这个咱们这个后腰线 这个部分是有收审的啊 这里 这个后腰线 这个地方是有收审的 所以微妙生产啊 刚生完小孩 是没有恢复好的 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后腰线拿捏得刚刚好 改了好多次版的 你知道吗 磁码S、M、L都有 S码到100金 L码到120 L码到140啊 法国、意大利的宝宝们可以选择M码 得一只的宝宝们 今天选择L码 荷兰的宝宝们呢 你们干脆定制吧 你们太高了 一号链接 现在有两款颜色 一号链接现在有两款颜色 一款加冕金色 一款加冕黑色 还有两款搭配小物 小物就是零件啊 这个是东方风景的小香扇 小香扇啊 小香扇啊 上面这个正面有烫金 背面是没有烫金 哦 宝宝们注意一下 这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定制的话 可以在扇子上 持修几个字啊 相声格特相声会馆啊 联系地址是KK三宝群 或者特云车粉丝群 二维码 哎我找二维码呢 我忘了放了 算了算了算了 不放了 以后到我直播间 再加二维码算了 我忘了找了 然后第二款小物 搭配是这个胸针啊 这个胸针 这个可以拆下来两用 两用 两用 拆下来两用 可以当发家 这个设计配上我们家 OP完美好看 绝绝字 我给你们讲 可以让我们小助理 给大家戴上看看 你哪能给小助理 啊 我们小助理 155身材 绝对娇娇玲珑宝质们 啊 小助理 什么什么你一米五八 滚了你哪有那么高 然后接下来啊 看 啊 你这个带着怎么这么奇怪呢 我靠你带反了啊 你个寒皮 啊 主播口言好奇怪 主播是哪里人啊 主播奥地利人啊 管你批事 主播标准的奥地利公主 马利亚安托瓦雷特好不好 奇怪 你个锤子啊 奇怪 你不点关注 就知道在那边吐藏 你们不看公告的吗 公告眼镜刷梗啊 什么蛋糕梗啊 气得我简直要飙脏话 天天无限我 就搞得很烦 你知道吗 说什么老百姓 我一定没钱吃面包 我让他们吃蛋糕 我哪有说过这种话 这种老肠发言一听 就不是我说的 好不好 这种无脑黑粉 天天在那边键盘喷 我直接拉黑 简直无语 你知道吗 不说了不说了 我觉得时间关系不继续还原了 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感觉吧 然后咱们就点XX 咱们退出 咱们退出直播间 反正咱啥也不买 你下单不不管容易被踢 来 这个就属于洛可可范畴 这期咱们主要谈巴洛克 我得涂哪去了 不行不行 我自己快丰富住了 洛可可时期 咱们这次就不讲了 关于玛丽皇后呢 她对洛可风格影响太多了 而且牵扯到的都是女装 咱们这次主要男装 所以呢 在洛可可的巅峰时期啊 洛可可巅峰 洛可可巅峰时期 路易十六耗费七十万 耗费七十万法王 修建 这个就是他的小克里亚农工 小特里亚农工 简称小特工 小特工 憨豆特工 人称凡尔赛的后花园 这是他花钱的地方啊 并且资助拉拢大贵族 拉拢豪申 拉拢贵族 他用于这个贵族圈子上的这种交际花费啊 无意义的这种交际花费 每年要耗费五十万法王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啊 很耗钱 所以导致法国国库日渐空虚 也就是入不敷出啊 对 拉拢豪申 小利民墓 那么路易十六执政十二年 法国的负债 已经高达十二亿五千万法王 那么跟这个相比 前面这几十万法王 也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法国负债居然总和高达十二亿五千万法 合着一年弄一个亿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概念下 大家脑子里有概念 法国的宫廷贵族 在玛丽王后 奢靡的风气下 荒淫无度的时候 路易十六就每天打猎去 路易十六天天出去打猎 皇后就在家里开他的直播 卖他的那个东西 那么直到最终有一天 1789年7月14日星期二 路易十六 就像往常一样 他在他自己的日记本上 轻描淡写写了四个字 今日无事的那一天 巴黎人攻占了 攻破了巴士底遇 而路易十六第二天才得知这个消息 他以为是造反 但是大臣纠正 他说不我的陛下 这是一场革命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 足以把这对国王夫妇 以及整个法国播放王朝 一起推向断头台的大革命 葬送了 而路易十四一手 辛辛苦苦修建 就是这个经营了一切 这个太阳王若九泉有之啊 不知作何感想 所以呢 奥地利作家这个斯蒂芬斯维格 对玛利安托瓦内克的一生有个评价 他说命运的馈赠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他享有了无尽的奢华 因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在法尔赛的恭维之内 到底曾经有多么的奢华 无论是服装还是绘画 以至于能够对日本的ACG动漫中 关于这个贵族的这个概念的设定 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的程度 那么就在下一期 我们就要开始推开法尔赛公 华丽的大门 跟大家一起领略由巴洛克 洛格克艺术和洛丽塔服饰 给我们带来的视觉享受 所以请看下集 甜美的开端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边 太累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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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